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铁 我刚刚睡觉睡得好好的 狗蛋打电话跟我说 他在后山发现了一只奇怪的鸡 我说狗蛋 你今天又搞什么名堂呀 铁哥 这只公鸡好奇怪 听得懂我说话 狗蛋 我看你脑袋是被门挤了吧 是真的 铁哥 那铁蛋你来说说 他这是在说什么 他说院子后面有很多大公鸡 超大的公鸡 我信你个鬼 我现在就到院子后面去看一看 铁哥是真的 你不要去 你说不要我偏要 哇 不会吧 还真的有这么大的公鸡 天哪 这些公鸡肯定有问题 看我打开仓库 开拖拉机撞你们 瞧瞧我的小宝贝 这拉风的拖拉机 来咯 受死吧 你们这些大公鸡 哇 他们竟然会爆炸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吼吼 爆炸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这也太有趣了吧 哈哈 太好玩了 哇 好像没有大公鸡了 让我回去找狗蛋 说说这有趣的事情 哈哈 狗蛋狗蛋 狗蛋你在哪里啊 哎 狗蛋还没回来吗 狗蛋 这肯定是狗蛋回来了 你猜猜我刚才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碰到大公鸡了 是啊是啊 他们还会爆炸 可有趣了 鞋哥你看外头 那是吗 玩 哎 对呀 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起出去瞅瞅吧 好 我们走 什么玩意啊 吃了摇头玩似的 这老摇头 啥意思 我也不想呢 但我觉得 还有问题 哇 狗蛋 他在攻击我们 快跑快跑快跑 狗蛋狗蛋 走走走 我们快离开这里 鞋哥 好多那奇怪 哇 他在攻击我们 快流快流快流 好可怕 哇 我们的车被他打坏了 快走快走快走 狗蛋 进仓库 仓库里有我的拖拉机 快点 我先把门关起来 诶 狗蛋 你怎么坐上 你的单车了 我觉得 这玩意好手 好吧 那我们准备冲出去 冲啊 哇 这些怪兽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啊 他们的攻击力好强 哇 哇 这是哪里 我不是被那怪兽袭击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不是那些怪兽的巢穴 我得赶紧找到狗蛋 离开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呀 诶 狗蛋 你怎么在这里 鞋哥 你先变手的话 快跟我走 小声点 不对 不是这里 我说狗蛋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 诶 这里是不是逃出去的出口 可是这些铁丝网 我们打不坏他呀 哇 狗蛋 那些怪物过来了 我们快跑快跑快跑 狗蛋 狗蛋 你快进来呀 噓 杰哥 你别说话 他们看不到我 诶 为什么他们看不见我们 是不是他们只能听到声音 我想是那样的 狗蛋 这上面好多武器 快点 我们拿上这些武器 装备上他们 看看找路口出去 能带的武器 我们统统给他带上 弹药多带一些 快点 走 我们快溜 哇 狗蛋 这些怪物冲着我们冲过来了 你不是说他看不到我们吗 我也不晓得 我刚下屏 你真的是个坑户啊 快跑快跑 这些怪物都包围过来了 哇 这也太可怕了吧 他们数量太多了 我们快跑 快点想办法出去 这些怪物越来越多了 狗蛋 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啊 狗蛋 你身后的箱子好像是出口 我打破他们 走 我们快从这里出去 走走走 狗蛋 我们快溜 好的 众众朋友们 我和狗蛋也是顺利的 财力的证明 如果你们想收看我和狗蛋的下一段探险历程视频 那就请点赞加关注我吧 我是你们的阿铁哥 再见